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琼 今天,当很多人认为乌军的反攻进展缓慢的时候 都会将这个作为对乌克兰极其不利的一面 似乎说明,俄军开始真正强大起来 可能持这种观点人们,已经忘记了18个月前的情景 俄军坦克洪流,空中地面立体全面进攻 那个时候,参与围攻基辅的东路俄军 从白鲁斯越近,直逼基辅北面屏障 切尔尼科夫负责防守切尔尼科夫的乌克兰军队 直到3月中旬才收到了标枪,毒刺等等这些西方武器 而从2月25日开始,一直到基辅保卫战结束 俄军就是没有攻下来,这个几乎毫无准备的乌克兰城市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俄军还真的就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军队 但切尔尼科夫就是打不下来 苏梅就是打不下来 哈尔科夫就是打不下来 基辅就是打不下来 和那个时候相比 今天人们的焦点只是聚集在乌克兰反攻进展缓慢这个话题上 本身不就在说明问题吗 所以,大雄不认为反攻进展缓慢 是乌克兰的不利之处 是过去两周 乌军在解放罗伯基涅之后 新突破的区域 这个区域已经在击穿第二道苏洛维军防线了 从直接抵达亚索海海边的路程来看 乌军的突进还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请看 俄军的部队已经全部压上来了 正在抵挡乌军进攻的这些俄军背后 还有什么 一马平穿几乎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你认为乌军进展缓慢 但是很多专业的军事评论人士却认为 乌军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为什么 一年前面对几乎毫无设防的基辅 切尔尼科夫、苏梅、哈尔科夫等城市 可以说已经被武装到牙齿的俄军一天之内就濒临城下了 势在必得 但最终也只是妄成兴叹 同样 为什么 今天凭借着坚固的阵地和堡垒 纵横交错的战壕和龙牙 有史以来最密集最巨大的地雷阵 俄军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转移后撤 这些地图上的事实难道在说明乌军的不利吗 在萨布尔热 乌军第47机部率 第46和82空降率 连续对罗伯纪内 维尔博维 新波克罗夫卡纵深区域 展开攻势 绕过俄军主要防线穿插到战线后方 乌军已经暂时推进到了维尔博维西北郊区 在罗伯纪内纵深区域 乌军和俄军爆发拉锯战 乌军多次占领阵地 但在俄军航空兵FAB未经制导炸弹和远程炮火打击下有多次被迫撤离 最近几天乌军反攻速度突然加快 在巴默特夺取克里西夫卡和安德里伊弗卡 在南盾涅茨克海军陆战队突击队 冲进了喜马悦尔斯克村 正与俄军第4、37和40摩布驴展开激战 在赫尔松国土防御第126旅 在阿列什金斯西岛和安托尼弗卡桥建立小型桥头堡 更多乌军和防空系统于地内薄荷附近集结 随时进行大规模登陆行动 今天最新的战况消息是 就在刚刚乌军特种部队也拿下了 位于克里米亚海域的伯伊科塔海上油田平台 在2015年俄军就控制这些海上平台 俄军拿下该油田后 架设防空雷达和对空武器 控制乌克兰在黑海的航线安全 如今被乌军夺回后 意味着乌克兰收回了多年前 被俄军侵略占领的设施 强化控制黑海地区的战略 在这次夺取海上平台的战斗中 俄军出动了苏三岭战斗机 乌军的特种部队奋起还击 俄罗斯军机被击冻受伤后不得不撤离 什么是得道多助 这就是得道多助 昨天9月10 俄军在恰索夫亚尔巴格木特西面 袭击了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一辆汽车 造成两名志愿者死亡 该组织负责人是就读于加州大学 伯克里分校的西班牙公民 埃马·伊瓜尔和加拿大公民 安路尼·伊格纳特 还有两名志愿者受伤 他们是德国公民 马维克·卢本和瑞典公民 约翰·马蒂亚斯 这些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人道主义志愿者们 不许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支持乌克兰抵抗 昨天晚上 泽连斯基在每晚总统例行讲话中 向埃马和安东尼家人表示哀悼 他也说 感谢世界上所有帮助乌克兰 挺身而出并保护生命的人 这就是得到多助 从开始的标枪 到后来的M77 到后来的海马斯 到后来的鲍2 埃布拉玛斯挑战者 到现在的F16 以及即将做出决定的陆军远程导弹系统 这些都是得到多助 从开战之夜 拜登的让我们为乌克兰祈祷 到约翰逊 在英国议会的拍案而起 到法国 到德国 到西班牙 到更多国家的态度越来越坚决 就是得到多助 什么是十道寡助啊 远都不说 只说今天最新发展的事件 前天 巴西总统卢拉称 如果普京总统明年出席在里约热内卢 占领误会议啊 他将不会在巴西被捕 而就在短短48小时之内 刚才几个小时前 卢拉不得不改口说 是否逮捕普京总统不是由他决定的 而是由国家的司法部门才能做出的 他为什么会反悔啊 因为失道寡助 今天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埃里斯吉尔·爱德华兹的报告说 俄军队对乌克兰平民和战俘使用的酷刑 已经达到了可以称为系统性 国家批准的政策的程度 这不是随机的异常的行动 它是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组织的 旨在恐吓灌输恐惧或惩罚 以获取信息和供述 大家知道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吗 这就是定义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前奏 在刚刚举行G20分会上 德国总理舒尔茨 这个战前可能是与俄罗斯最友好的 欧洲国家总理明确表示 没有和俄罗斯代表见面的安排 甚至连握手都不会 舒尔茨说 拉布罗夫在这个房间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谎言 这就是师道寡注 寡注之至亲其叛军 普京总统亲口说的 已经互相结识了几十年的普里格金 为了普京的攻占巴默特这个政治人物 填上了几万名俄罗斯人性命的普里格金 金何在 2022年10月 在俄军遭到哈尔科夫和莱曼惨败之下 临危受命的斯洛维金将赫尔松俄军带出绝境 并且建造了至今俄军在乌克兰占领地上 最后一道防线的斯洛维金 金何在 今天的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称 尽管斯洛维金已被赦免 但少爷谷和其他一些人物坚持认为 他留在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联邦都是不适当的和危险的 他和他之前的波波夫相军一样 现在正被考虑派遣到俄罗斯联邦境外长期流放 如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有需要才能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 斯洛维金已经被重新任命了新职位的由来 而在我看来 他的结果还是凶多吉少 因为还有另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斯洛维金妻子名下的所有资产都已经被没收了 总额高达几十亿美元 当然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说法 但是很快就能证实了 几十亿美元还只是国防部长少爷谷手下的一名将军而已 和这个比起来乌克兰国防部采购案中 那些比市场价高出了两倍的鸡蛋 又算什么呀 而斯洛斯基却在实行反腐败 林容忍 今天英国太阳报的一个斗物块消息 普京的主治医生维克多 特鲁辛企图持尼加拉瓜护照 从白鲁斯逃跑时被FSB抓捕了 59岁的维克多 特鲁辛具信了解普京的医疗命 6天前因欺诈指控 从一家顶级国家机构的高级职位上 被解雇后失踪 今天在白鲁斯被捕 寡注之至亲戚叛之 今天的一则小视频在网上流传 一年多以前以难民身份定居 波兰的乌克兰小女孩 现在决定和母亲一起 返回自己的乌克兰故乡 波兰的小伙伴们在边境 为他送行 最起码这是一个微小的 不能再微小的故事 再次讲述这个道理 这就是多注之至天下顺之 两千多年前 孟子在这句千古名言的后面 加上另一句更重要的话 以天下之所顺 共亲戚之所叛 古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